九座不止伤膝盖,从头到脚都会深受其害,世界卫生组织早已将九座列为十大质子致病原雄之一。 一、九座伤脑,这老年痴呆坐姿保持一小时,血液集中在下肢,身材作用减弱,脑空血不足,缺氧,容易头晕,情绪低下,降低思维活力,甚至是老年痴呆的一个重要因素。 二、九座伤心,心脏机能衰退,九座不动,会导致血液循环癫缓,会使心脏机能衰退,引起心肌萎缩,对于会有动漫硬化本质的中老年人,九座血液循环癫管,还会诱发心肌梗塞和脑血栓。 三、九座伤血管,动漫硬化长期九座,脂肪燃烧减少,胆固醇增加,可能堵塞心脏、血管等,增加性脑血管疾病,九座不动,感化物堆积在动漫,引起动漫硬化。 每天多做一小时,患患状动漫硬化风险提高12%,九座,九座不动,腿部肌肉收缩减少,下肢血流速度减慢,增加血栓发生率。 每天固定一个坐姿三小时以上的人,患下至深境脉血栓的风险增加两倍,连续做12小时以上,会双色风险增加,特别动老年血之高,血液粘稠度高,长时间静坐是潜在的危险因素。 四,九座伤神,头预变花九座不动血液循环减缓,还会导致大脑攻血不足,伤神酸脑,有限为体肌神皮,还会出现头预变花等症状。 五,九座上五,颈肩腰背痛,颈肩腰背长时间处于紧张的固定姿势,不仅会使直部血液循环不良,还会导致颈肩腰背僵异,酸症疼痛,发生头痛及颈椎病。 六,九座伤肺,影响心肺攻血九座运动量小,肺部得不到有效锻炼,会影响心肺攻血,肺气肿肝杆等常见的老年肺系统疾病,那都和肺功能较低有关。 七,九座伤一臟,糖尿病绩包处于咸质基药时,一臟百因慢,必产生更多的胰岛素,导致糖尿病。 长期九座,二型糖尿病风险增加百分之一百一十二。 八,九座伤胃,食欲不振九座,容易引起肠胃蠕动减慢,消化腺分泌消化液减少,出现食欲不振等症状,加重人的负障,便秘,消化不良等消化系统症状。 九,九座伤肠,结肠啊,九座的人肠道,被蠕动减弱减慢,有害成分,亦在结肠内滞留,刺激肠黏膜,加上腹腔、盆腔,腰顶部血液循环不畅。 肠道免疫屏障功能下降,增加疾肠癌危险,长时间保持坐姿,也容易导致痔疮。 此生,九座伤命,被翻作美国癌症协会,发布了一项针对12万人,长达14年的最新研究结果,一天保持坐姿6小时以上可能增加早逝几率,女性风险更高。 奥大利亚研究人员发现,每天坐着看电视超过4小时,与少于2小时的人相比,隐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危险性增加80%,其他原因死亡的危险性增加46%哟,因此,要避免这些危害,就必须做到一个字,懂? 高血压依害大,管理好血压是一门大学问,想要管理好您的血压,多关注高血压管家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